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到新眼光9月30号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读 约翰一书2章18到29节 约翰一书2章18到29节 圣经这样记载说 孩子们世界的终局就要到了 你们曾听说那敌对基督者要来 现在基督的许多仇敌已经出现 因此我们知道终局就要到了 这般人并不是属于我们的 所以离开了我们 如果他们是属于我们的 他们就会跟我们在一起 可是他们走开了 可见他们都不是真的属于我们的 你们已经受了那圣者的恩高 所以你们都认识真理 我写信给你们 不是因为你们不认识真理 而是因为你们都认识了 而且知道一切的虚谎 都不是出自真理 那么谁是那撒谎的呢 不就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吗 这样的人就是那敌对基督者 他拒绝了圣父也拒绝了圣子 因为凡拒绝圣子的也是拒绝圣父 凡公开承认圣子的也得着了圣父 那么你们必须谨守当初所听到的信息 如果你们谨守当初所听到的信息 你们就会常常活在圣子和圣父的生命里 这就是基督亲自应许给我们的永恒生命 我写这些事是指着那些想欺骗你们的人说的 至于你们基督已经把他的灵赐给你们 只要他的灵与你们同在 你们就不需要别人的教导 因为他的灵要把一切事教导你们 而他的教导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你们要顺从圣灵的教导 始终活在基督的生命里 是的孩子们 你们要活在他的生命里 这样在他显现在来的日子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用不着躲藏 你们晓得基督是公义的 所以你们应该知道 遵行公义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女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三不五十 就收到这个就是电话 那这电话呢来源的过程呢 你会听到他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是中华电信 那你的这个账单已经持久了 那请你就是按9客服 如果你没有按9 就是你可能会是没有办法继续使用你的这样的一个电话 那或者是健保局的一个来电 提醒你这一个健保卡也已经预期了 他们打来的时候真的讲得非常像我们 如果碰到我们的就是手机或我们的一些账单 有问题的时候打电话过去的这一些的客服人员 那他们好心的提醒我们 是不是你的电话没有缴 是不是你的健保费没有缴 那刚开始我们都会有点迟疑 但是到头来当他就是提到说 你有问题就拨客服9的时候 其实那个按下那个按键的时候 会接下来使我们碰到更大的麻烦 我想诈骗者当然是不会告诉你 他其实就是诈骗者 他们很习惯的 的伎俩就是先给你一些 很相信他们一些正面的一些讯息 甚至给你一些甜头来建立这样的信任 那最后让你透过这一次一次的相信 愿意掏出钱来 而且可能钱越掏越多 那最后让你困在这样的一个诈骗的圈套当中 那当然他有机会就会一次的把你的钱拐走 那我们通常在低阶段的时候 我们会要去辨别我们的一个信任感 那当然但是当我们被灌迷汤 或我们好像被他说中的一样 我们就会被这样的一个说法不已有他 那等到我们真的觉得有些不太对劲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陷入到一些圈套 甚至我们听不下别人周围的一些劝告 那如果我们还抱持着 我相信他 我一定会得到所谓的好处的时候 那么更会加速我们被这样光明的豺狼 给吞吃的一个过程 今天经文一开始就提醒我们 世界的终局要到了 那这里提到说终于要到了 那世界终局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 那主要在这里就提到说 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敌基督者要来 敌对基督者要来 那敌对基督者到底是谁 在这里虽然没有指明道姓 但是这里是透过特定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单数 来提到说只要是否定耶稣基督不认上帝者 作者都认为这样的人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仇敌 那这些人看到这些人就表示这个终局的来临 那如同我们在辨别这样的一个诈骗一般 如果我们发现 这些人这么好心 他们要帮助我们 那实际上会更为我们的设身处地来着想 但是我们常常发现 这些诈骗者有时候有一些共同的一个特质 就是他们急着要掌握我们部分的资料 要了解我们部分的讯息 但实际上他们很多的时候是想套我们更多的利益 作者形容这些敌基督的人也是这样 这般人不是属于我们的 所以离开了我们 如果他们真的是属于我们的 他们就会跟我们在一起 可是他们走开了 可见他们都不是真的属于我们的 那我们该如何避免这种敌基督者的伤害 首先我们看到这里作者还是提醒 我们认识真理的重要 因为我们有着被这个圣者的一个恩膏 使我们可以认识这真理 那如果我们认识真理 我们可以更加的具有抵抗力 那其次我们也要辨别这虚谎 那诈骗电话其实我们如果可以辨别出来 就发现他其实有他的一些套路 除了明白这一些的电信 其实应该会有其他的管道提醒我们 另外也是这所谓的要再按另外一个按钮的这一件事情 会成为一个我们可以辨别出来的问题 在这里就是我们所要提到的 这是几乎绑在一起 那个所谓的事件的末了来的时候 会碰到这种我们需要弃绝 必须要抵抗的一个对象 不论他们装的如何的 让我们觉得如何的光明 我们都需要加以弃绝 接着作者提到他们谨守当初所听到的信息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想要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 一直保有我们的初心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信仰年日增加 或我们碰到各样考验 或听到各样的消息的时候 都会我们影响我们减损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力量 那我们需要求上帝帮助我们 活在这个圣父圣子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当中 那这需要请透过上帝赐给我们的感动 顺从圣灵的教导 那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始终帮助我们 能够坚持在这样的生命里面 坦然无惧不需躲藏 信仰是一个不断堆叠理解考验的过程 那如同诈骗集团 他们其实也会不断的进化 譬如说从口音 原本的口音让我们觉得很不同 到现在他们的口音是非常的像客服人员 招式也是不断的进化 到现在他们会 其实是模仿这一些服务我们的公家机关 那以至于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来辨识出来 我们其实需要有一些坚定的意识 才可以突破这一些要欺骗我们者 或者是说这一些要引诱我们离开这个信仰者的这样的一个圈套 类似的基督信仰绝对不是我们透过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口号 或是一个成功要样板 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一些的试探跟引诱 我们其实必须要辨别这是在一个多元的一个状态当中 我们要透过倚靠耶稣基督真理的一个力量 并且要辨别分辨这一些的诡计加以弃绝 才可以使我们冲破这一些敌基督的谎言 那透过圣灵的保守 同心可以走在这一个仰望上帝的路程 求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同心祈祷 主上帝我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求你赐给我们保有你所赏赐的初心 我们相信你至圣者的恩高 主你透过这一个真理的帮助 使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带领当中 来辨别这一些敌基督者 他们所说的谎言 帮助我们每一天在上帝的恩待当中 能够来辨别这一些 要引诱我们离开信仰者的这样的一个虚幻 直接长长的来到你的主恩前 坦然无惧的能够求你的保守 我们求你继续的恩待 也让我们每一天都在新眼光当中得着力量 封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